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识的他可算是个大坏蛋 在学校里他总爱捣蛋 哼 总爱欺负人 可是我却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爱上了他 哈喽 我们啊 每晚都会包电话走 每天都聊到很夜 也就这样我们更爱彼此了 可惜的是我们的爱情确实不被认同的 我们唯有在深夜的时候才能偷偷地走出来 他会骑着他的小美娘 带我四处兜风 跟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都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当我们出来社会工作后 他的应酬却多了 我们交流的时间却少了 而我只能在家默默地等他 因为这样 我们的爱情变得越来越冷淡了 庆幸的是 他努力挽回了我们这段爱情 他带我走回过去的点点滴滴 让我们更了解了对方 当然啦 我们最后还是在一起啦 希望接下去的日子 我们能够幸福地走下去